我輕輕地嘗一口你說的愛我 還在回味你給過我的溫柔 今天去了這間店 跟甜字是有關的 就是去吃甜品啦 Visa 你覺得好的甜品店是怎樣的呢 我覺得好的甜品店一定是要真材實料先 還有可以給別人甜和幸福感 所以幸福感可以在哪裡體驗呢 就是等待我們要去的這間店 可能會給我們答案 到了就是這間店了 看看這間主打是港式的甜品店 究竟有什麼合心的 你好啊 你是不是第一次來的 是呀 是第一次來的 你覺得味道合不合口味嗎 很新鮮很特別 很新鮮很特別 小朋友喜歡吃嗎 吃得挺開心 你覺得哪個最好吃的 那個木康蛋糕 木康蛋糕 小朋友你最喜歡吃哪個 吃雞蛋糕 吃雞蛋糕 不終於第二次吧 唉呀 很肥肥 對於甜品店裡有腸粉這個認知 應該是我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很流行一種芒果的腸粉 然後我每次下課都會去吃 但是呢 榴槤和腸粉 也都是 沒試過的 這個真的沒試過 可能我有點勾 我超喜歡吃榴槤 所以今天要試一試 榴槤 加很滑的腸粉 再加坦奶 這個感覺 試一試 榴槤是很新鮮的 你吃得出來 如果是它 冰了很久的話 它會有些稠稠的感覺 但是這個沒有 還有外面那一層 腸粉真的很好 是會忍不住要吃多一件的 啊 正啊 還有它的淡奶剛剛好那個甜度 所以整體的感覺 就真的 有給我幸福的感覺 嗯 23元而已 值得吃啊 兩大件腸粉 裡面全部是滿滿的榴槤肉 23元 我覺得很良心家 你也知道現在榴槤有什麼物價 吃的時候 將蛋糕 點一下朱古力的扭身 再加一些餅碎 一起吃 嗯 就很有層次感 但是我本身就是有點凍 然後加上比較熱的朱古力 然後加上比較熱的朱古力 然後再加一些脆脆的餅乾 哇 一層一層的層次 全部都出來了 很棒 試完這個朱古力的 甜度其實都剛剛好 太淡的話 也不算是甜的 我覺得是剛剛好 但如果太甜就很膩 但這個就不是膩的 是剛剛好 是可以觸碰到那個幸福 是可以觸碰到的 那個甜度 嘩 什麼是芒果 因為芒果是綿綿冰 真的很大陣上 很大塊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覺得 如果一個女生可以吃完整碗冰的話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但是我建議 受兩個人約會的時候 吃 或者跟龜馬一起吃 那就比較好 芒果味超級濃郁 好香 芒果的果醬 還有芒果粒 真的說你全部都是芒果 如果你很喜歡吃芒果的人 真的是一種享受 雞翅果的果醬 也很甜 嗯 嗯 剛剛好味 還有一行五茶 還有可以吃甜品 還有可以點雞翅 約上三五知己 吹吹水 聊聊八卦 很棒 請問老闆 請問老闆 你叫我打工嗎 剛才我們的導演跟老闆娘溝通了很多次 其實她都沒有人採訪 真的很低調 所以我現在決定我自己再試一次 你們真的不做採訪嗎 是啊 不做了 但是你們的東西很好吃 嘩 從口頭上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們都是真材實料 好像榴槤滷味館 芒果滷味館 我們裡面就是拿榴槤 拿芒果的天花劑 為什麼會突然想著開一間甜品店 其實之前我們一直都是在澳洲讀書 我們都是做餐廳工 就是兼職 上年回來 我年來生了一個女媽 我自己很喜歡吃東西 所以我打算開一間店 用我女兒的名字 所以這間店的名字是你女兒的名字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年 大概大半年 大半年 生意好不好 對 對 這陣子會給自己的錢 我覺得這期節目一定很特別 因為我第一次採訪 好像DV現場一樣偷拍的 哈哈哈哈 你們家店我很喜歡 全部都是你做的 對 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們自己做的 可不可以拍下製造過程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啊 進來吧 這間店總是沒有 我在台中的 company 介訪不到一間店 無論是老闆與員工 他們不是很願意出鏡 都是我 harp 最低調的人可以將出品用心做 所以它的品質和材料是有保障的 而且我覺得出品是很好 正如我剛才所說 你真的會嘗到有幸福的味道 好棒 我下次會再來 這裡是品成紀 我們觀神 記得不要錯過我們每一期的節目 還有記住關注我們 拜拜 下期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